黑色轎車緩緩開進加油站準備加油 但是沒多久 客人和員工突然打了起來 過程中黑色轎車乘客 拿出隨身攜帶的彈簧刀 朝加油站員工攻擊肩膀 加油站員工右邊肩膀都是血 身上也有多處擦錯傷 還好沒有生命危險 救護車到場後進行簡單爆炸 後續警方根據監視器 鎖定車牌找到車主 並且通知嫌犯盜案 事發在新北市新莊 中正路上這間加油站 二十四號凌晨一點多 二十四歲的丁信嫌犯 和朋友五人開車來加油 油箱在左邊 應該要靠左側的加油點 但他卻開錯了開到右側 三十七歲的理性員工 出聲提醒被對方覺得口氣很差 於是爆發扭打衝突 遲到傷人 因加油走錯車道 延伸糾紛 丁男下車後 與理性員工發生肢體衝突 並有持銳氣對理性員工會晤 造成黎明右肩膀遭刺傷 隨後便上車離去 走錯車道遭到提醒 反而惱羞成怒持刀傷人 駕駛一時衝動持刀傷人 後續得為自己的脫序行為付出代價 靜新聞顏凱駛十六位採用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